快速用渐变映射调色 照片打开进PS 我们可以在图层下方 找到添加调整图层 选择渐变映射 这时候我们可以更改渐变的颜色 点击渐变进入渐变编辑器 看左下角的色标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选择红色 右边的我们可以选择黄色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照片就会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黄色和红色的调子 然后我们可以更改图层的混合模式 把正常改成柔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调子 很自然的融进去 我们还可以控制 它的图层的不透明度 甚至我们可以再次 点开渐变编辑器 重新点击色标 设置颜色数值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很快的 选择我们所要的色调 一般我们可以选择对比色 对比色是绿色 阴影是绿色的话 高光我们可以选择阳红 这样的话整个风格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颜色的明度的高低 如果往下调 那用的是深颜色 那么其实深颜色对应的是暗部 如果高光再是浅颜色 比较亮的颜色 那么它的一个调子反差就会比较多 反之如果我们把高光压暗 那么我们把阴影提亮 这个照片就会是一种灰灰的 这种弱对比 浅反差 所以说如果你想这样一个正常的调子 你一定要选择偏暗的地方 对应左边的节点 就是说我们在左边的色块这里面 选择深色 保护度也为100 保护度高 明度低 色相为红 然后右边的呢 我们要选择浅色 选择浅色 选择高明度 这样的话呢 整个风格就出来了 来控制我们的特色的不特明度 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个可点色 对它进行被调 找到我们的黑色 黑色里面 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点青色 让阴影再次加一点点红 白色我们可以加青色 高光 加青 好 最后再快速选择高光 Ctrl2的加2 添加曲线 改成S型 这张照片就出来了 有一种 复古的这种暖棕色调 然后我们还可以添加一点杂色 它就会有一种胶片感 如果喜欢我的课程 可以点赞关注转发 看我主页 加我微信 赢取这张练习素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